这件作品怎么看的有点眼熟啊 感觉像那个圆明圆十二兽手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老周 今天带大家去我朋友的一个工作室 他呢也是一位这个雕刻大师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有哪些漂亮的作品 这一组呢是这个香帐木的一个拆房老料雕刻的这个十二生肖 他这个这个题材还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所用的一些材质也非常多 有这个牙板还有这个小椅子弹 还有这个老山弹的品种是非常多的 像他放在这个橱柜里面的这些呢就是小椅子弹 不过他的作品主要还是以这个牙板的一些作品为主 雕刻时的每个人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呢他雕刻的作品的侧重点也不太一样 大家就随便看一看 因为作品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拍哪一个好 只是拍一些我觉得比较还不错的 符合我的这个审美的这个观点的一些作品 可能会拍的这个停留的时间会长一点 如果喜欢跟雕作品的朋友可以关注老猪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到不经空尘设施不完人间恩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流着相同的血 流着相同的血 喝着相同的水 喝着相同的水 这条路慢慢又长远 Zither Harp 红花当然陪绿夜 这一辈子谁来陪 渺渺茫茫茫来又回 往日清净在浮现 偶碎断了似海连 情谈世间世多变迁 Zither Harp 爱江山更爱美人 哪个英雄浩瀚宁愿孤单 好二郎浑身识胆 床枝浩青丝海远明阳 Zither Harp 人生短短几个秋 不醉不罢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 那西边黄河流 来呀来个酒啊 不醉不罢休 走进翻十别